字幕 李宗盛 欸醫生 我最近常熬夜打game 火氣有點大 你幫我拔一下好不好 欸你不止火氣大 你體內濕氣還很重 啊 那我要怎麼辦 我可以把除濕機打開 把體內濕氣除一除嗎 我還吞乾燥劑耶 你把它淨一丁好不好 少熬夜 然後打電動的時候不要吃甜的 不要喝飲料 還有空多出去運動 曬太陽 提升體內代謝以後 那濕氣自然就排掉啦 不是嘛 就沒時間啊 那你有時間打電動 沒時間運動 對 有在等我嘛 喔 要逼我翻白眼是不是啊 欸 你怎麼了啊 欸醫生 我小腿有點腫腫的欸 可以幫我看嗎 欸等一下 腳不要隨便都抬起來好不好 那麼粗魯 欸你體內濕氣有點重欸 中間講的濕氣呢 就是體內有太多的代謝廢物 所以像常熬夜的人啊 吃飯不規律啊 喜歡吃甜的 喜歡吃冰的人 像你一樣不運動的人 濕氣就比較多 最簡單就去吃綠豆藝人啊 綠豆藝人就可以 好 我現在就去買 欸欸欸等一下 擋到我了 擋什麼 我哪要擋到你 我要無糖的喔 無糖 哪有人在喝無糖 那要喝甜的啊 吃甜的會讓你體內濕氣變多啊 而且會讓你變胖 喔 好啦 好啦 我現在就去買 醫生 我覺得你頭昏腦髒 嗯 幫我一下 不是不是 你幫我擺一下嗎 你看起來體重有點重欸 啊 這裡包得出來 那個濕氣啊 體內濕氣有點重喔 所以是不是腦細胞被濕氣侵蝕啊 我會變成阿達阿達 這樣不行欸 我一家老小都靠我養欸 我不能倒下來 你要救我啊 阿姨 妳兩斤一定好不好 那怎麼辦 就少吃冰了 少吃甜了 多去運動不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對啊 很簡單 謝謝你這 去領料 去領料 拜拜